《荆植》 《荆植》 荆植一到 很多人想起的就是 《荆植》 其實荆植真正的身份 是二十四折棄中第三個折棄 烈性春雷將萬物震醒 包括地下的蛇蟲鼠蟻 古時的人會用艾草去驅趕蟲蟻 後來就演變成 《荆植》驅惡運的習俗 傳統的老農夫有個說法 說打過春雷之後 地下的種子才會發芽生長 萬物生機蓬勃 人都要順節氣養生 經濟的時候 就有飲黃酒的傳統 用糯米釀製的黃酒味道香甜 在易感冒的春天喝了之後 就能夠補身養血氣 用來煮雞也是一絕 我為何會釀製呢 以前我外公釀製的酒來賣 就包括糯米酒和白米酒 做糯米酒煮雞 其實你用一些新酒就可以了 因為糯米酒放的時間 越久就會越甜 變成吃太甜的東西又不是太好 先將雞斬件去除頭部 雞皮之後 這樣就用一個鍋煎煎 煎完之後再過一過水 因為有油 加入薑再煎一煎 然後就落酒 覺得太甜的話 就可以加入一些滾水 再加少許鹽 滾五分鐘就可以了 除了黃酒之外 梨也是經濟的合時食品 用來燉糖水就更加清潤 適合氣溫開始提升有偏乾燥的天氣 Maps 你 Timeiki